第一站是保養場 第一站釘子插到輪胎 一出發就直接爆胎 真的 怎麼會這樣吃 那妳給他拿那麼多 沒有 是你剛剛的咖啡 那個小姐把妳丟掉 大門人很好 就說要補一杯給妳 我們不會在旅行之前做太多功課 或看太多照片 甚至規劃確定的行程 因為總覺得到現場會失去一些新鮮感 也少了冒險的感覺 或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比較容易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哀鞭危險啊 你不要在偶像偶像挖啦 我不要把這草拿掉好不好 好關心我喔 到底要不要穿拖鞋啦 我現在這樣走路就好了 你會截肢吧 所以會不會是你的黑子 我們只會訂好大概的飯店 大約的行程規劃 選定幾個想去的地方 想吃的小店 隨機安排 就算不去也無所謂 對 裸體耶 它裸體 太熱了 太熱了 就是 我想往下 常常有些行程是臨時新家的 我們這次主要的目的地 是父親在台東的秘密基地 中途會在恆春休息一天 最後會經過花蓮 父親有一個夢想 在他年輕的時候就說過 他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 種滿大樹 我們到了 天啊好神秘的地方喔 父親的手藝極佳 能吃到他做的菜 非常幸福 嗯 這邊有個可能叫飯店 幾千萬你要養魚 三千萬 三千萬 不可能 碰不到 你有沒有也不好碰名 有不好碰 很便宜 尤其是以前你 你租金多少 不是問題 是因為 我們要放棄 結果有沒有 他說這是春雷 所以明天過後 會有許多昆蟲都跑出來 我們今天一起床 就沒有太多想法 所以打算 休息一整天 什麼都不做 盡可能的放空 發呆 讓心思沉澱下來 在這裡撿到多的木材 或是聚下來的木頭 就可以拿來燒熱水 雅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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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一口霧 唉唷爽吃一波 欸欸欸你很賤欸你 欸欸賤貓 真的是賤貓 真的是賤貓 父親分享他在野外 燒木頭來驅趕蚊蟲 所以我決定帶一些回家 當作自己的伴手禮 就想 我給你一隻不要那麼累的 所以 經緣其實還有別的工具 你如果要小塊的話 你用 菜刀一切就斷了 你聞一個 真的是 是比較濃郁一點 嗯 嗯 鄰居森林的人 的生活就是 如此的樸實無華 這真的很 欸這屑屑是不要浪費啊 是 喔我們拿燒這邊 我們拿燒這個 燒這個木屑 燒這邊 不要浪費 一點點都不要浪費 整個晚上我們都在討論 不同木頭燒出來的香氣 以及如何聚木頭 有上司 上司 有上司 快咬人 我直接 我真的會拿 把我給你戳下去喔 哈哈哈哈 早上六點半 我就被父親的儲吵 及叫醒 今天天氣很好 我們趕分出去走走 我意外的發現 在池上的鄉間小路 非常的漂亮 我意外的發現 在池上的鄉間小路 非常的漂亮 因為有動啊 我腳一直在動啊 腳一直在動啊 腳在動就會餓 可是你才剛開始 你很賤 你很賤 你故意選這個 我沒有辦法 剩你的那個 選沒辦法剩我 推配的時候 講一些 尖酸刻薄的話 來 請問 最近我跟愛菲發現 一起騎單車 是還滿不錯的運動 我們隨性的在路邊發現一間可愛的咖啡廳 決定走進去坐坐 這個時候查到後面那個 半條 等一下二人給他吃 好可愛 看到美麗的市集 就進去逛逛 有人在唱歌 我們就坐下來聽聽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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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轉 有這種奇妙的感覺 遇見可愛的小聲就進去走走 小的 三個雞啊 海魚 海魚 沖喝了酒 五十一泊 在父親的秘密基地待了幾天之後 我們準備前往花蓮 一出發就直接破一顆 現在破第二顆了 現在破第二顆了 雙腳也破了 還好嗎 就 一趟出來 來最多試試LOW的棒 終於肯開了 如果你不想要 有嗎 還滿是我喜歡的海 怎麼樣 等一下 好開嗎 好開喔 我車買了三年多 真的耶 第一次耶 不好意思 你開起來挺穩健的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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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竟然還發生了墜機事件 所幸無人傷亡 你剛剛說我怎樣 我是愛看美女,也愛看美景 跟你學的啊,你也愛看美女 我們都愛看美女 不知道 她沒壞 她很屌欸 她如果摔下去的話就是畫面 就是有畫面 我都替她覺得很恐怖 你看下面長怎樣 下面 她下去就是 因為沒辦法撿,所以就在撿了 先跟她說再見